北京时间10月22日,又是一场精彩的NBA常规赛,经历了昨天的东事件后,火箭继续留在了洛杉矶,继续挑战快船,火箭112比115不低快船, 火箭在开局局面占优的情况下,不知不觉就手感没了,快船打出10分的优势局面,首节结束时快船29比24领先火箭,第二节火箭的手感依然一般般,但是,在哈登的带领下逐渐扭转局面,大场17分,这才是哈登的威力,火箭最后时刻一度反超3分,不过快船这边也有小甜瓜, 就是哈里斯了,哈里斯最后时可怜的4分帮助快船夺回领先,快船这边领先一番,火箭的劣势开始显现出来了,看看詹姆斯、哈登的表现吧,一边在站,火箭和快船都打出不错的表现,哈登依然是高效的分手,但是耐不住快船这边多点开花,新秀亚绿三大虽然防不住哈登, 但是他的进攻很有灵性,不过最后时刻还是快船笑到最后,巴默特和哈勒尔,这队曾经效力过火箭的球员连手砍向13分帮助快船成功拉开比分,我想说的是火箭队,末节火线开局打的,依旧不好,只能早早换上哈登,虽然哈登迅速带领火箭 找到进攻感觉,但火箭完全无法抵挡快船的反击,哈勒尔内线单将倒海与取于求,哈登最后时刻投进关键三加一给了火箭最后的希望,在比赛还剩2.9秒的时候火箭拿到球权,不过哈登最后的出手,不忠没能追平底,分,这个出手真的太极限了,我觉得有被反规的嫌疑,不过最后时刻,采判都会让球员 自己决定比赛的胜负,这一次,哈勒尔石头巴重拿下17分加10篮板加3助攻加3个风盖,可以说是打出了自己的最佳水平,面对火箭雷弱的内线,哈勒尔不断越旷,要是火箭还有此神塔在的话就不用去怕勇士了,哈勒尔也是五小阵容的5号位人选,但是火箭却将他拱手让给了快船,七换一引进了克里斯保罗, 这一笔交易到底是赚了还是亏了,你们觉得怎么样,可以在评论区讨论